哎,就是汽车玻璃两边的黑头你注意过吗? 哎,这可不是不讲卫生啊 这个黑头起到的作用就是过度能量 防止热胀冷缩带来的硬力 降低玻璃因为温度变化而破裂的危险 你看黑头多有用啊 不说了,我先贴个面膜 我是晴空霹雳昌大爷 关注大爷准评赞,投广一切给你看 极客001 上次购买标号001的产品 那还是个橡胶制品 没想到这一回 不是,上回是买了一个橡胶手套001吗? 是吧,来看看车啊 这不是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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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掌声就响起来了 这个外观是真不错啊 两道杠的日行灯非常神秘 一种浓浓的爬行动物氛围 别的车跑得快,大家都说哇,好犀利啊 极客跑得快,大家就得说哇,好吸引啊 你看吸引什么特点 它适应能力强啊 移动速度快啊 蛋白质丰富,肉质细腻 不是,就是挺厉害的 夸臭嘛 这一段麻烦奥迪市场部门把费用给我结算一下 那么这位先生就问了 那夸臭不是大鼻虎子吗 那大鼻虎子不就是习义吗 不是不是,说极客 怎么还串台了呢 来看侧面 三米的轴距越看越修长 列装轿跑的造型设计很优良 轮圈很大气不用量周长 气质很儒雅如东吴周郎 双压测评送给各位 来看车尾啊 横贯式车尾灯 视觉上超霸气 该凸的凸出来 该凹的凹下去 优点要说出来 这不是乔雅句 那你也别超速 你要遵守好法律 三压测评送给各位啊 来上车啊 内饰向未来派 达想场擂台赛 极简向会白菜 但是样贼代派 四压测评送给各位 是不是特别期待五压测评 是不是来不了了啊 挺累的 中共区域这种简洁又有层次感的感觉 非常不错啊 大屏幕15.4英寸 非常惊人啊 8.8英寸的仪表 视觉效果非常有趣 好像那个两头搭了 三部件宽 不启动车 它很一般 一启动车 是画质细腻 它往前窜 多少的信息 它显示 去按拿 啊啊啊啊啊啊 大屏幕显示信息很多 很多本来应该有物理按键的部分 都集成在了这块屏幕里 比如说调节方向盘啊 调节后视镜啊 车机部分的智能化 做的还是不错的 400多种语音控制 还支持音区识别 谁和它说话成的明明八八 各种主题 各种设置 各种个性化 听听音乐 看看视频 玩乐属性也相当强了 方向盘手感很细腻 尤其是粗和细方面 我有一个感觉啊 有些方向盘太粗或者太细 的确会让人操作的时候 稍微受那么一点影响啊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 虽然很细微 但是这个舒适的粗细 绝对能在你 哎呀 聊天晚上怎么还有点 CUCU的感觉呢 各种不同材料的使用 不但是区分了各个区域的功能属性 也非常有高级感 选装的YAMAHA音响 也让人耳前一亮 作为这个什么都想参会一下的YAMAHA呢 确实在音质方面啊 也有很高品质的输出 点个赞 座椅方面 造型 颇具 运动感啊 各种缝线非常不错 主要是还兼具了舒适性 填充很扎实 调教的也很舒适 除空间 这个这个这个 还行吧 乘坐空间 毕竟三米多轴距 问题不是很大 就如果你上身很长 估计头部有点吃亏 其他方面没毛病 来看看这台车的配置 配置方面 这台86千瓦时的版本呢 给出了并线辅助 车道偏离预警 车道保持辅助 主动刹车 疲劳驾驶 提示 360度 全景象 全速自行巡航 电动尾门 NFC钥匙 全车512进入 远程启动 HUD 内置行车记录仪 手机无线充电 自适应远近光 自动头灯 多色氛围灯 感应语刷 等等 来看看开起来怎么样啊 今天我们测试的是 极客001 2021款 长续航 双电机 胃版 电机总功率 400千瓦 总扭矩 768牛米 运动模式开始 不管是双电机的疯狂输出 还是单电机的勇往直前 001的动力 绝对能让你感到满意了 尤其是线性的 紧致的加速感 不会有野性未寻的感觉 动能回收 有三个档位可调啊 同样也提供了 一个踏板走天下的模式 虽然还是不太适应 不过学习新的驾驶方式 还是很有乐趣的 驾驶感受很不错 灵活轻盈 大而美的感觉 一下就出来了 悬架采用了 前双叉臂式独立悬架 后多两杆 独立悬架 虽然丧失了一点运动感 但是毕竟 城市驾驶更多 舒服可以重要啊 侧倾支撑表现不错 转弯掉头 都不会有不舒适的倾斜感 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对颠簸的过滤 的确完成得很好 即使非铺装路面 也能轻松驾驭 总而言之 对于30万左右的价格 购买一辆电动车 很多人会稍微有点犹豫 但是新动员的时代 已经到来了 不如先去适应一下吧 我是情动匹里长大爷 关注大爷转评赞 投广一切给你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